你买不到的。 吃宝贝只穿了一条泳裤,她平时穿着衣服的时候看起来高高瘦瘦的,反正不是属于那种身材非常健康的类型。 但是现在脱掉外衣,只穿着简单的泳裤,身上披着一个毛巾就能够看得出来,她的身材非常的有力。 虽然不像她爸爸那样有漂亮的人鱼线,但是她这个年龄也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过来 吃宝贝就跟叫宠物似的,小女孩立刻屁颠颠地跑到她哥哥的身边去了。 哥哥,好看 这狗腿的,之前两个人还闹得气鼓鼓的,转眼两个人又好的就跟什么似的了。 所以吃恩恩每次看到他们斗嘴才会那么淡定,主要是他们每次都像是这样,转眼有亲密无间了。 你是在说我,还是在说你自己? 吃宝贝挑了一下眉头,出去轮廓的漂亮脸蛋已经有了妖孽的潜质。 真的是那种非常非常好看,校草级别的漂亮少年。 哥哥好看 女孩夸奖完她,马上厚脸皮地夸奖自己。 娜娜也好看,哥哥好看,娜娜可爱。 吃宝贝不知可否地伸手弹了她的泳衣上的胡萝卜。 哼,是泳衣可爱吧? 小女孩鼓起腮帮子,不甘心地嘟囔。 哼,娜娜可爱,衣服才可爱。 她的意思是,因为她长得可爱,所以穿这件泳衣才会可爱。 换一个人来穿,这件泳衣也就不可爱了。 衣服可爱,弄弄也可爱。 吃恩恩生怕吃宝贝又打击她,赶紧地帮她抢答。 然后转移两个人的话题。 宝贝,你刚说我买不到,是什么意思啊? 吃宝贝知道,她是怕自己打击小笨蛋。 她本来就没打算打击小笨蛋,毕竟小笨蛋很多时间还是很乖的。 她也不是有毛病,有事没事就要欺负一下小笨蛋。 因为泳衣的牌子是你不知道的牌子,不出名。 嗯? 吃恩恩觉得很奇怪,她不是坚持认为便宜衣服对孩子的皮肤有伤害,只给诺诺买名牌吗? 吃宝贝明明看出了她在奇怪什么,就是紧闭嘴巴不肯说。 她才不要说,她为了小笨蛋,专门投资了一个小众的设计品牌。 这件泳衣是她参与设计出来的,布料都是她盯着买的, 所以她才会这么放心。 她要是说了,小笨蛋肯定又要大嘴巴地告诉所有人她帮她设计泳衣了。 小笨蛋一天到晚够得瑟的了,她不能够让她再得瑟了。 等一会儿,把游泳圈抓牢了,记住了吗? 她把游泳圈套在了女孩的身上,叮嘱她。 女孩很乖,抱着她腰上的游泳圈。 记住了! 走吧! 吃宝贝带她下水了。 换好衣服出来的霍衣也跟着下水,在离她们一米的距离内看着她们。 乔以墨也随时守在旁边,防止意外发生。 至于迟恩恩,因为没有换泳衣,只能是在岸边看着。 看了一会儿,她腿蹲得麻了,起身敲了敲膝盖,准备去帮霍衣和乔以墨准备一杯水。 她才走进阳台玻璃门,突然手腕就被人抓住了。 她都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一阵天旋地转,人就已经被带到了沙发边,被压在了柔软的沙发上。 双手也被硬挺的男人强行地扣在了身边,不让她逃脱。 丽北决,你干什么?先放开我。 迟恩恩扭动挣扎着想起来,不放。 她灼热地鼻息喷洒在脖子上,压根就没有要放手的意思。 迟恩恩在这暧昧的姿势之下感觉浑身不自在,只能偏过头尽量地躲开她酥酥痒痒地呼吸,无奈地问。 为什么不放?我用干什么惹你不高兴的事儿了? 丽北决尽量地避开她的肚子,双膝抵在她的两侧,看起来强势地把她压在沙发上,实际上很巧妙地避开她的肚子,不会伤害到她。 她顺遂如深井一般的毛子,牢牢地锁定着迟恩恩,那眼神就像是要把她吸进去,看透死的。 你说呢? 迟恩恩恨不得给她一个白眼儿,没好气地又扭动了一下手腕,发现扭不开之后,任命地叹了一口气,随便她了。 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不高兴。 又不是你不高兴,你怎么知道我是不高兴了? 她这简直就是歪理。 迟恩恩总算是看她了,乘车的大眼睛明媚温暖,诧异地看着她。 我当然知道呀,你现在这个样子,谁都看得出来你不高兴吧? 不只是我看得出来,换成护管家他们,照样是看得出来。 她都只差没有把暴躁和不高兴写在脸上了,她表现得那么明显,难不成还觉得是别人看不出来? 迟恩恩窘了一下,丽北绝俊脸上的表情僵硬了一下,皱起眉头,急出了一句。 我没有不高兴。 她这个样子还叫没有不高兴?太自欺欺人了吧。 好吧,你没有不高兴,那你可以先放开我吗? 你这样压着我,我会不舒服。 迟恩恩完全搞不懂她在不高兴什么。 按说,就算是不高兴,不高兴的人也应该是她才对吧,她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哪不舒服? 丽北绝的眉头紧促,立刻往她的肚子地方看了一下,确定她没有压到她,才神色稍记。 就算是这样,她还是松开了一点手,让她可以稍微地自由活动一下。 她这一连串的反应,迟恩恩看在眼里,郁闷,好笑在心里。 一边从丽北绝的反应中,她可以看出来,她这是不想伤害到她肚子里的包子。 说明了,她其实也并没有打算要打掉她肚子里孩子的意思,不然也就不会这么小心翼翼了。 一边又郁闷,她明明知道她怀孕了,还不肯告诉她。 好了,好了,我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迟恩恩叫住了她,也不想挣脱她的牵制了,反正她也挣脱不了。 她仰起头问, 丽北绝,你突然把我拉到这里,到底是想什么? 你总不会是闲得慌,才把我拉到这里来的吧? 英俊的男人五官立体,高挺的鼻梁如同是山巒, 博唇自然地染成了玫瑰色,怎么看怎么英气逼人。 就是在迟恩恩的注视之下,她的表情有点僵硬。 我就是嫌得无聊,不可以。 迟恩恩信她才怪呢。 可以,但是,宝贝她们要游上来休息了, 你把我困在这里,宝贝她们找不到我,见来看到就不好了。 你先放开我,我去给货馆家她们倒一杯水去。